不要拿人民來做實驗 還有很多事情 是政府要保護人民 或者是說 我們要替人民著想 現在在疫情期間 什麼東西最搶手 就是疫苗了 前一陣子出現了 一個好的消息 就包括了我們的 瑞輝藥廠 輝瑞 對不起 Fizer 輝瑞藥廠 跟我們的德國的一家藥廠 合作出來的某一種疫苗 據說它的效力非常高 可以到九成 那現在問題來了 過去我們透過東洋公司 曾經非常接近 可以拿到所謂的 這個德國的BNT的 這一家藥廠的疫苗 就是同一款的疫苗 可是我們錯過了 我們擦身而過了 現在蘇貞昌院長有講說 疫苗這件事情 本來就很複雜 本來就不簡單 大家不要怪東怪西 他到底在講什麼 我們來聽聽看 台灣舉國同心一起努力 把防疫做到世界最好 那現在需要疫苗 大家分頭努力 相信任何人都是希望 為防疫盡一份心力 那當然買疫苗不是那麼簡單 涉及到很多方面 最後縱算沒有成局 也不要怪人家 那至於什麼股票怎樣 這個有相關權責單位 本來就有機制 這個也都會把事情釐清 好這講了這個東洋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點點小複雜 因為這個東洋的董事長 是我們的前行政院長林全 昨天林全就代表這個東洋公司 出來做一個記者會 為什麼要開這個記者會 因為他想要釐清一些事情 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東洋當時傳出來說 他可以拿到這個 德國BNT藥廠的授權的時候 他的股價在10月12號之後 馬上往上飆 飆到了90塊 那個時候大家搶劲 因為覺得說這個疫苗有希望了 可是破局之後 股票股價往下掉了 這個時候就有人說 這個是不是在炒股 他根本就是買空賣空 從來沒有這件事情買空賣空了 林全出來說 我們沒有炒股 我們也沒有在做內線交易 的確我們有跟德國的藥廠 有做一些所謂的這個授權之類的談判 可是最後卡在什麼地方 卡在數量不一樣 政府要兩百萬劑就好了 可是對方要賣給我們的是 三千萬劑 實際上這個也不完整 之前東洋曾經說過 他們開出來一個範圍 是大概三百萬劑到三千萬劑 我們這樣講 美方的做法是 不管怎麼樣 錢先給你 我先買三億劑 你說美國有沒有三億人 其實沒有 可是有包含了保存的損壞 疏失 甚至運送上的疏漏之後 多買先給錢 是在這個世道裡面的王道 類似保證金 我下訂 而且不是訂金 是全付 就是你要買三百萬劑 三百萬劑要全部給我 可是我們沒有錢 我們不是沒有錢 是我們的指揮中心覺得 不要只用一種方式 要分散風險 對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自業自得 你這樣決定 我們也不是專業人士 我們也不會批評你要怎麼做 但是如果你很天真的以為 要靠COVAX 也就是所謂的 疫苗籌組聯盟的話 台灣大概要不知道排到 哪一個天邊去 因為COVAX是以國家的疫情程度 跟國家的資源程度 來決定優先分配與否 請問台灣也不是很窮 台灣的疫情管制也很好 你怎麼會排在比較前面 所有說COVAX的疫苗 我們第一劑都可以拿得到的 都是太過天真的狀況 請問光是美國自己 所有的染疫人數都創新高 巴西 印度這些大國 難道他們不需要疫苗嗎 你跟疫情比台灣嚴重 那麼多的國家來搶的話 你要怎麼搶得過 而且最重要的是 現在這一波的9支疫苗裡面 大概有3到4支 都一樣是mRNA疫苗 也就是需要零下70度 來運送的時候 不是只有BNT的疫苗 要零下70度 有好幾家其他的疫苗 也是類似的時候 那你怎麼知道 哪一個會先出來 哪一個效率比較好 你有疫苗可買的時候不買 後來會有後悔的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在擔心 我們會不會壓寶 或是我們的政策上面 有可能有疏漏 讓我們在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拿到疫苗 如果萬一當其他國家 他們都可以恢復正常生活了 他們都打了疫苗了之後 我們是最後最後才拿到的 那個時候這個影響會非常大 包括了我們現在知道的 台灣疫情很不錯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跟別人交流 那是為什麼 因為國外的疫情很嚴重 如果大家慢慢的都打了疫苗 大家都解封了 只剩下我們沒有疫苗可以用 那還得了 將來會進到一個階段 大家都會有一個 就是免疫證明書 免疫證明書就是我打了疫苗 而且BNT是需要打兩劑 先接種一劑 再隔一個禮拜之後 再接種一劑 然後大概要十天左右 這個防疫的免疫力才會生效 那你要帶這個 immunity passport 你才能在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 可是有一個問題 有immunity passport 不代表你絕對不會感染 只是你沒有被感染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當全世界都要開放了 說大家都有immunity passport 譬如說日本要辦奧運 可是他的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沒有免疫的群體 我們的人不夠多的時候 他還是有可能傳染給你 那個時候沒有疫苗 就是變成你偏安江南一角 一開始好像很棒 可是桃花源就跟當年南美 因為西班牙人帶了流感的 還有天花的病毒一進去之後 西班牙人把當地南美的印第安人 幾乎全部都染病 死掉一大半 那未來台灣會面臨一個狀況 全世界都開放了 你開不開放 你邊境要不要互通 互通的狀況之下 你沒有免疫能力 你能不能接待他們 能不能跟他們互鬥 還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要如何繼續保持交流 賺大家的錢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剛剛朱大講的那個情況 我們當然不希望它發生 希望不要 可是這非常有可能 就是台灣是第一個 我們用口罩保護 我們自己的一個國家 可是到了最後 可能別人都不用戴口罩了 只剩下我們再戴口罩 如果那樣的情況發生 是我們不願意樂見的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講 東洋事件 這個事件從一開始被質疑 它可能是炒股內線 或者是因為政商的關係 搞不定 或者是綠營內鬥搞不定 總之不管到 它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就是破局了 我們現在也拿不到這些疫苗 那也有人在講 有可能是因為反中的關係 因為大家知道BNT這支疫苗的 亞洲代理是上海復興 這一家製藥廠 我們有沒有可能是為了 繞過上海 也就是中國製疫苗 這樣子的一個魔咒好了 所以我們拒絕了 這也是有可能 這也是有可能 但是BNT是德國公司 也就是生產研發 跟做人體實驗 並不是在你當初 很討厭的對岸中方 那現在你只因為它的亞洲 或是大中華區的代理 是受給上海復興 你就說沒禁止不用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政治理念 還是科學考量 聽起來實在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是 好 我們現在趕快來邀請專家 跟我們一起討論 這是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的理事長 王润賢 王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王润賢 是 王醫師 現在這個台灣東洋這件事情 現在眾說紛紜 不過看起來是破局了 如果說破局之後 我們疫苗沒有在第一時間爭取到 而且這個COVAX 看起來我們被排在很後面 有沒有可能會發生 我們剛才討論的狀況 就是說其他國家可能都有 某一種免疫的passport 某一種免疫的證明了 台灣可能還打不到疫苗 這個當然有的 這個疫苗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要給的 因為大家打了疫苗以後 大家就有免疫力 免疫力的話 我們就有通行證的意思 到這些各國 我們都有通行證 那其他的國家人來我們這裡 其實他們帶了這個新冠 我們也不用擔心了 因為我們本身也沒有免疫力 所以我們國內也不怕這個東西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個是就是這個疫苗 就是我們等於邊界開放的一個通行證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東洋 應該是不可能了 那我們在COVAX等待 或者是我們現在自己 包括國光 也有在發展一些疫苗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從其他管道取得 老師的看法 這個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用COVAX取得 這個是比 可能比這個東洋這個還慢 比這個BNT這個還慢 所以BNT這個是 我們已經有溝通過的渠道 那現在雖然破局 但是臉皮厚一點 搞不好還有機會 我覺得這個機會 比起那個去等那個 憨狗等狼蛋等COVAX 還要機會要大一點 那我們自己的國家的疫苗來講的話 這個基本上 我們國家的疫苗是擺在後面的 後面的 就不是說放在現在的 因為你已經起步已經晚了 它的最大的問題 搞在我們沒有辦法 做第三期臨床試驗 你用第二期臨床試驗 就要給它湊數 湊上去 讓它能夠在台灣來用 那這個的話基本上 讓它沒有辦法行銷全世界 這個沒有辦法 只能在台灣用 那台灣用的話 你也等於對台灣人不公平 把台灣人當白老鼠 因為沒有做完第三期臨床試驗 你怎麼可以用到我們這裡 那是權宜形式 那個都不對的 所以這兩條路都不好 所以我認為最好的路 還是臉皮要厚一點 再回去BNT跟他們交涉 那老師覺得 我們跟BNT這一次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東洋 因為像昨天 林權院長有出來講 你覺得最重要的這個點 到底在哪裡 因為政府現在跟林權這邊 各說各話 這個主要的就是 主要就是我們政府在沒有說實話 我們知道這個東洋當初怎麼會進去這個東西的 進去這次的協商 這次協商其實是本身我們的指揮中心 直接去跟BNT談的 談了以後發覺這個疫苗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 但是這政府裡面有很多東西不能談 比如說有可能有中資 或者是它的冷運冷藏 或者它的那個中間 我們那個夫妻制度那個保存 這些東西在跟政府談的時候 政府在跟BNT談的時候 政府這邊沒有跟他做 沒有辦法給他做任何的承諾 所以這個時候BNT就找了東洋來 所以這個東洋是BNT找的 因為他調查的時候 我們國內的一個廠商 到底哪一家比較有規模 哪一家比較在政府部門方面 比較有影響力 可以幫忙解決這些問題的 就找到了東洋 所以東洋在這個情況下才進去的 那進去了以後 東洋把這些中資的問題 跟那個東西全部都解決掉了 中資怎麼解決呢 因為這個BNT這個疫苗 本身是德國的疫苗 我們每一家疫苗都必須想要進中國大陸 都想進中國大陸市場太大了 所以他會跟中國大陸做一些合作 做一些合作的時候 你必須分一些給他 於是這個股權 這個股份就是說 大中華區的那個銷售 就分給了上海復興 上海復興只是做的是檢測的工作 他生產還在德國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現在 你台灣要去買這個東西的話 就必須把這個 跟中國大陸的這個 上海復興 這個這條鏈給切斷 那切斷的話 你要去跟他談 那談的時候 東洋就很成功的達成了任務 把這一塊的 這個台灣這一塊 就劃給了德國了 所以我們這個是完全沒有中資的 這沒有問題的 這個沒有問題的 然後另外冷運冷藏 東洋也給他做了很完整的解決 所以這些東西都在東洋 取得了BNT的這個代理權以後 就開始去跟指揮中心一起做協商 那看起來很順利 老師這樣看起來很順利 那最後到底怎麼回事 當時大家都談好了 我們三千萬計 然後那個價錢都差不多了 分階段給我們都可以了 那就一宣布以後 這等於是一個剪彩儀式而已 我們要開始要做了 結果這個時候 因為一剪彩一公佈了以後 一堆蟑螂就出來了 不曉得哪個人是蟑螂 我搞不清楚 就要咬這一塊了 以為他賺了很多的錢 要咬這一塊 那這個到底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後來再去跟指揮中心談的時候 整個的那個態度就變了 最多只能兩百萬吃 糟糕了 所以後來是我們指揮中心 你只說要只要兩百萬 本來說三千萬現在變兩百萬 剛開始是講五十萬而已 後來就跟他談談談談談 談談兩百萬 他就不在家了 兩百萬三百萬他就不在家了 懂不懂 所以這個東西 你要賣三千萬的 要簽三千萬的合同 你一個兩百萬誰跟你簽 所以破局是破在這裡 關鍵在於我們的指揮中心 出爾反爾 周周天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讓他出爾反爾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不願意去猜 但是我們希望指揮中心 好好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非常謝謝王老師 今天跟我們報了很多料 謝謝老師 謝謝辛苦了 看起來裡頭內幕重重 應該這樣講 我國的疫苗其實研發會有落後 也跟過去食藥署不願意開放 二期的人數有關 因為你想想看要測試這些疫苗 你必須要有對照組跟實驗組 然後你也要有常常能夠接觸 這個新冠病毒的空間跟環境 所以在台灣很難達到的狀況下 當然這些國產疫苗公司 希望食藥署放寬 但是食藥署就覺得 沒有 我們要堅持我們的理想跟想法 但實際上真正的問題出在 如果你要堅持自己的理想跟想法的話 你應該要遵循一個規範 就是人體實驗的受試過程 絕不可以開記者會招募 因為這會產生一個問題 這當初是很久以前衛福部 曾經公告的一個狀況就是 他怕那些社會上的弱勢者窮人 或者是遊民覺得說 做這個醫藥實驗有利可圖 詹生現在講的是 我們昨天也報導過的 我們國內自己在研發的疫苗 因為剛剛王醫師有說 我們要用擴大二期的臨床試驗 來取代三期的試驗 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志願者 包括對照組跟兩邊 就是有打的或者是沒打的 大批的志願者 現在因為擔心沒有人報名 所以我們的指揮中心跳出來 幫他成立的所謂招募平台 而且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自己有跳出來講說 我願意 我們來聽聽看陳時中 在這個記者會上到底說什麼 我們這是一個意象書 等於是一個意象的登記 還沒有到招募受試者 只有受試者 他可能就是各個通過 人體試驗的醫院 有這樣的一個名單 他可以加快他的腳步 加快他的速度 另外在這樣的疫情 我相信大家也都希望 不希望在程序上面 讓疫苗的研發會延檔 那如果政府沒有幫忙 來做這件事情 那光是招募受試者 可能就要延檔個兩三個月 那我相信這都不是我們台灣人民 所樂意見到的 所以我們的政府在一些地方 他可以fix 他覺得可以權宜之計 應定置疑 可是在有些地方 他又非常僵化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講 那大家就只好怪自己 誰叫你不是丁一鳴 對不對 蘇貞昌有比較愛的丁一鳴 跟比較不愛的 我們是不被愛的 其他年輕人 所以在這個狀況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這個招募平台的問題是在於 這個條件當初就是要避免被招募者 出現太大的貧富落差 或是出現太大的身體狀況 你知道以前大學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跑去參加藥士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實驗 因為比較能夠賺很多錢 那可是他會在取樣上面 產生一個誤差 就是那都是年輕人 或是都是比較貧窮的人 都是身體狀況 不是百分之百那麼好的人 那這個結果會有問題 指揮中心到底怎麼回事 公然違規 我們先這樣講 當時你記不記得 說他沒有經過倫理委員會的同意 彰化不應該隨便採檢 那你用那麼高的道德標準 結果人體受試是更嚴格的 然後今天指揮中心出來說 大家趕快來 然後這個可以有多少的補助金 這個東西先天上是 你想想看 這個受試是要侵入體內 採檢就是swap 就是我的採檢 或者是我的抽驗唾液 結果你當時氣個半死 說髒話簡直奇心可諸 現在記者會自己 指揮中心開料說 沒有問題 而且這是違法 大家看一下 這個實驗署2018年發的公文 他就已經講過了 不得以記者會 會選是招募這樣的方式 來招募受測試者 現在你連這個指揮中心的 所有的官員都出來說 歡迎大家趕快來報名 甚至陳時中說我願意 這樣子真的是好事嗎 不是啊 你知道